儿子在托儿所厕所高烧昏迷时 妻子断掉儿子的医药费 跟白月光的儿子环球旅行 当青生儿子在托儿所的厕所里高烧昏迷之时 妻子在跟白月光的儿子环球旅行 为了给别人的孩子买下限量玩偶 他甚至断掉了儿子的医药费 他是生病了 但人家爸爸没了 这有什么可比性吗 直到我手捧着儿子的骨灰出现在他面前 他终于后悔了 可现在才后悔 不是太晚了吗 随着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 我看见了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虽然早有过准备 不过我此刻的心情依旧激动 心脏砰砰跳动 我点开了手机相册 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个孩子的背影照 而这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儿子叶成 我看着这些照片 回想起了这一年来都在国外工作 妻子每天都会准时地发一张叶成的背影照给我 一开始我还很奇怪 如言为什么不给我看看儿子现在长成什么样 后来如言解释说 是为了给我一个期待和惊喜 让我常常思念着儿子和他 我嘴角微微翘起 惊喜嘛 我自然也会 这次放假回家的消息 我就没有告诉过妻子 就是想给他和儿子一个惊喜 但就在这时 手机后台谈出了一个信息 我手指微动 点开了那条信息 是一个视频 随着视频开始播放 一个极度瘦小 面色苍白的小男孩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瞳孔微缩 这个孩子是 叶成 不 不对 只是一个长得很像我儿子的孩子 比我记忆中的叶成要瘦小得多 脸上可以清晰地看见骨头的形状 此时 这个孩子一不蔽体 正蜷缩于某个不知名角落之中 还在剧烈地喘息着 明显生了很重的病 随着视频结束 我心中惊骇万分 这个孩子怎么跟我的儿子叶成长得一模一样 但转念一想 这也有可能是电信诈骗 毕竟现在人工智能换脸的技术也很强 几乎可以以假万针 而且如颜这几个月 一直都在家里照顾着叶成 怎么会让他变成这样 想到这里 我没有再理会那条短信 打通了妻子的电话 如颜过了很久才接通了我的电话 叶春秋 怎么了吗 我们都已经要睡了 妻子的语气之中有几分不耐烦 但我还是忽略了他的不耐烦 如颜 也没什么事 主要是我现在有点想叶成了 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了 如颜在听到了这番话之后 语气立马急促了起来 叶春秋 你怎 怎么突然心血来潮了 叶春已经睡着了 你就不要去打扰他了 这么说着 如颜发了一张照片给我 是一个孩子趴在床上睡觉 看到这张照片 我高悬的心有了一丝丝放松 但就在我的心稍稍有所松懈的时候 我却在那个孩子裸露的后背上 看到了一个红色胎记 异常显眼 刹那之间 我的大脑好像被锤子轰击了一下 怎么回事 我又不是没有看过自己孩子的后背 之前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现在怎么会出现一个胎记呢 似乎是为了回应我的问题 那张照片在一秒钟之后就被撤回了 此时的我已经开始慌张了 柳 如烟 那个胎 痕迹是怎么回事啊 是被弄伤了吗 此时的我心中还有一丝侥幸 希望妻子能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 但回答我的则是对面的沉默 和随之而来的挂断提示音 我的大脑宛如被雷劈了一半 就在我脑中所有疑问都无法得到解答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正是刚才发送视频信息的那个号码 我立刻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传来了无奈的叹息声 还有剧烈的咳嗽声音 请问是叶先生吗 还不等我回答 那边就继续说道 我是光明托儿所的所长 你儿子叶成现在就在我们这里 我相信你已经看过视频了 他已经生了重病 可是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他母亲啊 你赶快把他带去治疗吧 只是几句话 我就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你说什么 我儿子怎么可能会在你们那里 我不可置信地质问着对面那人 哎 早在半年以前 你妻子就把你儿子带到我们这里 给了很多钱 硬是要我们接手你儿子 现在闹出这事 多怪我利欲熏心 但现在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赶快来吧 半年前 托儿所 生病 这几个字不断地回旋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摊坐在椅子上 看着过往的人 不断地怀疑着人生 难道这事会是真的吗 难道那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孩子 就是我一年未见的叶成 那如烟照片中的孩子又会是谁 我凭借着仅存的意志力站起身来 挂断了电话 当务之急 就是前往那个托儿所里 确认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叶成 我拦了辆出租车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电话里所说的位置 到了地方 一个中年男人便靠了过来 脸上满是焦急 带着询问的口吻问道 叶春秋 叶先生 我点了点头 那人便立马拉着我走进了托儿所里面 你就是所长 那个孩子他现在在哪里 但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那人的脸色一变 开始直直吾吾了起来 叶先生 你得体 量我们 这事情不是我们办的有问题 是 是有原因的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所以他到底在哪里 他也没了办法 只能闷着头向前走去 直到走到一条死路 叶先生 你要明白 我们本身不是全日制托儿所 所以就没有宿舍 我们也跟柳太太说过这个问题 他也表示了同意 加上晚上要起夜 房间会锁门等等问题 我们就 随着他的目光 我看向了那死路尽头的唯一房间 厕所 我的大脑瞬间轰鸣了一声 我听不清所长在说什么 立刻打开了那间男厕所 一股毒属于厕所的恶臭 随着大门的打开而传出 而令我永生难忘的场景 就这么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身形瘦小的小男孩 此时正蜷缩在厕所的角落里 而我百分之百可以确认 他就是我的儿子叶成 但原本健康活泼的叶成 此刻身上却没有任何生气 厕所里又冷又湿 他就用那看不见一点肉的手 紧紧地抓住身上那薄薄的毯子 以抵御寒冷 身体还在不断地颤抖着 仿佛一根处在风暴中心的蜡烛 随时都会熄灭 我的脚步虚浮 几乎是颤抖着走到了叶成的身边 看着他深凹下去的双甲 我知道 这是长期营养不良所导致的 眼泪止不住地从我的眼眶之中流出 就从那个活泼健康的大男孩 变成了现在这样 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到来 叶成缓缓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其中透露出疲乏和病态 而在看到我之后 他终于有了一次高兴 爸 听着他微弱的声音 我不由得有些哽咽 爸 咳 妈妈说像我这么不乖的小孩 就没有资格见爸爸 现在我见到了 咳 我这是在梦里吗 嗨 咳 咳 他一边说着 一边剧烈地咳嗽着 直到咳嗽声彻底遮盖住 他想要说的话 他再也支撑不住身体 全身瘫乱 晕了过去 我拖起儿子的身体 却发现他的身体烫得吓人 很明显是生了重病 我面容扭曲着 一拳砸在了墙壁之上 我不懂 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 明明是三口之家的团聚之日 我的儿子却要在这个地方过夜 我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盖在了儿子的身上 拨通了急救电话 我也陪同这夜程 一同来到了医院 随着一系列检查结束 医生将我拉到了一边 无奈地说道 你们是怎么做家长的 这孩子肺部感染就不说了 还有营养不良 引起的各种慢性病 也是这孩子意志力顽强 要是放别人身上 估计早就撑不下去了 听到医生的话 我心中一场苦涩 默默地回到了夜程的病床之前 儿子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到来 睁开眼睛 眼神之中满是委屈 我握住了他的手 夜程 是爸爸对不住你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你告诉爸爸 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 夜程看着我 开始了他的讲述 原来在半年前 如烟突然带了一个小男孩 回到家中 自从那个孩子出现之后 如烟便将全部身心 都投入到了那个孩子身上 不仅让夜程喊他弟弟 还把夜程的房间让给了他 在大小事情上 也会偏袒那个孩子 直到夜程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 不小心打伤了那个孩子之后 如烟便带着那个孩子 出国旅游去了 将夜程留给了那家托儿所 妈妈说 像我这样不乖的小孩 就应该多吃点苦 等到我学官那一天 他就会回来了 听完了夜程的叙述 我才终于发现 此刻的夜程 似乎真把一切罪责 揽到了自己身上 认为这些是自己应得的 是多么可笑啊 而且无论是领养另一个孩子 还是带着他去国外旅游 我的妻子 竟然一件事情都没跟我提过 甚至用那个孩子的照片 来代替夜程 让我以为 他在精心照顾着我们的儿子 夜程 听我说 这些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先告诉我 那个孩子是谁 夜程有些犹豫 最终还是说出了答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姓林 这一番话落到了我的耳中 掀起巨大波浪 林如风 这个名字 首先跳入到我的脑中 他就是妻子当年的白月光 跟妻子分手娶了别人 听说在半年前车祸身亡 难道那个孩子 就是林如风的儿子吗 妻子现在依旧忘不了 他的白月光吗 无法压抑的愤怒 令我的身体颤抖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母亲 会甘愿照顾别人的孩子呢 甚至安心地把自己的儿子 放在厕所里度过半年 我苦笑着 缓缓地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妻子如烟的电话 但是电话的提示音 却显示正在盲线 夜程的手机 也在同一时间响了起来 上面显示出了 妻子的电话号码 随着电话响起 夜程的身体 立刻颤抖了起来 很明显是非常害怕这个电话 我用手抚摸着夜程 以安慰他 接通了电话 刚想要质问如烟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听见如烟披头盖脸地骂了过来 夜程 你是不是打电话给爸爸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准干这种事情的吗 此刻的如烟语气咄咄逼人 充满了不耐烦 我不可置信 原本那个温婉可人的此时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完全没有以前对夜程的温柔 听到了这些的夜程 泪水在他的眼眶之中转忧着 他似乎终于忍受不了 用最后的力气喊道 妈 我真的没有打电话给爸爸 而且我现在生病了 我好难受啊 妈妈 你能回来看看我吗 我保证我以后都会很乖的 听着夜程声嘶力竭的声音 我的心几乎都要碎裂了 而电话那边也沉默了 就在我以为如烟会心软的时候 妻子说出口的话 却让我愣在了原地 夜程 你要撒谎是吗 是不是学会骗钱了 假如你觉得这样 可以获得我的同情 那我就清楚地告诉你 你别想要拿到 这个月的生活费了 听到如烟的这些话 夜程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我看着夜程 内心泛起一阵悲哀 刚想要说话 就听见了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 妈妈 我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这个孩子 就是夜程口中的那个孩子 也就是林如风的儿子 但是此刻 他却叫如烟为妈妈 这个声音 似乎是激起了夜程的某些回忆 他看着电话 眼神止不住地躲闪着 而电话那头 如烟的语气瞬间转变 哎 怎么样 今天去游乐园玩得还开心吗 当然很开心了 特别是妈妈给我买的限量玩偶 别人都老羡慕了 嗯 开心就好 明天我们还去 此刻的如烟 仿佛又拥有了母性的光辉 跟别的孩子 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极为幸福 夜程听着这些 似乎终于承受不住了 喊了一声 妈 这声音之中充满着委屈和哀求 直到现在 夜程还在希望着自己的母亲 能够再多看他一眼 但只是这一句话 如烟的语气就恢复成 咄咄逼人的样子 夜程 你的嫉妒心就这么强吗 我不就给你弟弟买了个限量玩偶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大度一点 要想学乖 就先用你的生活费来付买玩偶的钱好了 随即 电话被挂断了 我的心中 一股股愤怒止不住地爆发了出来 当如烟和白月光的孩子 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他的亲伤儿子只能睡在厕所里 直到他现在得了肺炎 如烟依旧觉得他在撒谎 并且要断掉他的生活费 给别人孩子买玩偶 到底是什么样的母亲 才会做出这种无情的事情啊 而此时的夜程 躺在病床上 双眼无神 随着他的目光逐渐暗淡下去 他的身体剧烈颤抖着 开始止不住地咳嗽了起来 夜程 没关系的 喝了这杯水 就没有事了 我端起了桌上的水杯 想要让他喝一点水 但是随着他的咳嗽越来越剧烈 一口鲜血落入到了水杯之中 将水染的血红 看到这一切的我瞬间失声 医生 医生 快来个医生了 看着我万念俱灰的样子 夜程握住了我的手 轻声的说道 爸爸 没关系的 既然妈妈她不想要我了 我死掉也没有什么的 我好疼啊 爸爸 我是不是要死了 她还在说着 但我已经听不到任何东西了 此刻我双耳光明 整个眼中的世界都变为了白色 赶来的医生和护士将我拉开 包围住了夜程 对她进行急救 就这样 我连夜程的最后一面都没能看见 我就这么站在病房外 我的心脏高高悬起 消极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医生从病房之中走了出来 看着我极其的目光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是她一直藏在衣服里的日记 我们刚刚发现 节哀顺变 我的眼前瞬间充斥了一片刺眼的血红色 那是血的颜色 我的儿子在此刻死去了 刹那间 我的整个世界变崩塌了 我瘫倒在地 表情扭曲着 打开了那本日记 5月6日 妈妈带了个别的孩子回家 说这是我弟弟 奇怪 难道我也是这样出现的吗 5月10日 妈妈似乎很喜欢弟弟 把我的房间给了弟弟 让我住在杂物房里 说我应该分享 5月15日 弟弟骂我没有爸爸妈妈 拿铅笔戳我 但没有想到他戳到了自己 妈妈很生气 打了我 5月20日 妈妈说我伤到了弟弟 理应接受惩罚 我被一个叔叔带到了别的地方住 妈妈跟我说 我只要乖乖的就会把我接回来 听别人说 妈妈带着弟弟去国外玩了 我也要变乖 争取让妈妈回来接我 5月21日 我被安排到一个厕所里面 别的小孩都笑话我 但我知道我妈妈会来接我的 7月 爸爸妈妈 你们在哪 我好想你们 厕所里面好冷啊 11月 妈妈 我的头好晕 你什么时候会来接我啊 12月 假如我能够像脑一样就好了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看着那越来越扭曲的字迹 我想象着夜诚晚上在厕所里 借着一点微弱光线 显下这最后几行文字的场景 他怎么会想到 自己的母亲正在和别人的孩子 玩得开心 大颗大颗的泪珠 逐渐进逝了那本日记 这时 电话响了起来 是如烟的电话 春秋 之前那个电话是因为没有信号了 你不要在意 我不让你跟夜诚通话 还不就是因为夜诚已经睡着了 他阴气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但在我听来 却是最可怕的声音 压抑不住的愤怒从我的胸中生出 我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咬着牙吼道 夜诚他 已经死了 夜春秋 你是开玩笑对吗 我这不还在照顾着儿子呢 你不要乱说了 此刻的如烟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 照顾着儿子 你是在照顾夜诚还是在照顾别的孩子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知不知道夜诚得病的事情 听着妻子此刻还在开着玩笑 我心中悲凉 对着电话那头吼道 如烟被我吓了一跳 有些支支吾吾 不 不知道 怎么了 春秋 夜诚是不是打电话说了什么 你不要老相信这孩子 他可喜欢撒谎了 一点小病也可以说成大病的 我听着如烟还在诋毁着自己的儿子 对他最后的幻想也消失了 冷冷的说道 如烟 我就直说了吧 我现在就在国内的医院里 你的亲生儿子刚刚因为肺炎而死去了 你身边的那个孩子到底是谁 电话那头是一秒钟的沉默 但等到如烟再开口说话 他的语气瞬间不耐烦了起来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 我也就不用瞒你了 这个孩子是林卢峰留给我的 他爸爸半年前刚走 心情不是很好 我陪着他出国旅游 又有什么 你一个大男人就这么小气 要和叶诚和起伙骗我 听着妻子亲口承认这些 我额头上的血管狂跳着 有如一柄大锤轰击在我的大脑之上 所以叶诚在他的心里 真就没有别的孩子重要吗 原来这就是你半年来 让叶诚睡在厕所里的理由吗 我几乎要气笑了 叶春秋 你有没有搞错 我好歹也是有把他放在正经托儿所里面 你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就算叶诚真生了什么病 但这个孩子可是死了父亲啊 这有什么可比性吗 听着电话那头尖酸刻薄的语气 我立刻挂断了电话 因为我害怕自己真的会抑制不住 我自己的愤怒 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缓缓地抚摸着 叶诚留给我的日记本 愤怒转瞬之间变化为了悲哀 我回想起叶诚那瘦弱的身体 心如刀脚 用双手捂住了眼眶 在心中说道 儿子 爸爸带你回家了 忙碌了一晚上 我从火葬场中捧出了叶诚的骨灰 回到家中 说是家里 但这里已经半年来没有人进入过了 看着地面上厚厚的灰尘 我回想起了我们一家三口 在这里面的快乐时光 但现在 已经是务视人非了 我打开了叶诚的房间 但是这个房间之中 却摆放着凌如风小孩的照片 俨然变成了别人的房间了 看着那孩子和如烟的合照 我感到可笑 将这些东西 全部扫入到了垃圾桶之中 将叶诚的骨灰 放在了房间的正中央 看着周围 我只感觉可笑可悲 大地泪珠从我的眼角留下 我哽咽地说道 叶诚 我带你回家了 你现在安心了吧 就在这时 家门被用力地打开了 而走进来的那两个人 正是如烟和铃如风的孩子 看到了房间中的景象 如烟立刻对着我咆哮道 叶春秋 我连夜赶回来 你就在家里作妖室吧 叶诚又在哪里 他到底 可知道他将目光 放在了放在房间中央的骨灰盒上 他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如遭雷劈 但在短暂的惊慌之后 如烟又冷静了下来 叶春秋 你有必要搞这么晦气的东西 在家里吗 叶诚撒谎也就算了 你也要帮着他撒谎是吗 托儿所的所长 可从没跟我说过 他生过什么病啊 而在他的身后 林如风的孩子 则是拍着手说道 谎话经 谎话经 我看着他们二人 心中悲愤交加 如烟看着我这副样子 终于有了些许动妖 慌张地说道 春秋 你说话 叶诚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看着他们 脸上泛起了诡论的笑容 既然你想知道 那么我便告诉你 抱起了叶诚的骨灰盒 一把拉住了那个 还在跳舞的孩子 不顾身后如烟的大叫 向着车子走去 如烟看着我 也只能跟着上来 我将车开到了托儿所里面 走在托儿所里面 不少孩子正在相互交谈着 你说之前那个 住在厕所里六个月的人 现在去哪里了 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好像是叫什么叶诚吧 谁知道呢 估计没有爸妈吧 我前几天见到他 他好像连路都走不动了 听着这些孩子的谈话 如烟的脸色逐渐暗淡了下去 他走上前来 挽住我的手 焦急地说道 春秋 你给个准信啊 我们到底是要去哪里啊 怎么的 你现在害怕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连他这六个月 住在哪里都不清楚呢 我讥笑地讽刺着 如烟的脸色苍白 同一时间 我们来到了那个厕所前面 如烟看着厕所 眼神之中有了几分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叶春秋 我就算再怎么冷血 怎么会让叶诚住在厕所里面呢 我倾笑着打开了厕所的门 那里面 叶诚这六个月来的简易地铺 还没有被拿走 当如烟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 他瞪大了眼睛 而告知我消息的所长 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如烟走上前去 向着所长咆哮道 我给你们钱 你们就让我儿子住在厕所里面吧 这地方又冷又湿 小孩不会得病吗 所长叹了口气 默默地拿出了手机 开始播放起录音 录音之中传出妻子和所长的谈话 我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们只管养着他就好了 可是我们这个托儿所没有宿舍 没有地方让孩子住啊 什么叫没有地方给他住 让他住在厕所里不就行了 听着熟悉的话语 妻子向后退了两步 不可置信的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 春秋 你相信我啊 我当时说这话 只是因为夜诚弄伤了这个孩子 我才会说这种气话的 我怎么可能真让夜诚住厕所呢 都是他们故意的 就是想诬陷我啊 夜诚 夜诚 你到底躲在哪里啊 你快跟爸爸解释 我不是故意的 看着他那副样子 我几乎要气笑了 将凌如风的孩子 拉到了夜诚睡过的地方 将那些东西指给他看 这才是你这种孩子 应该待的地方 随即我看向了如烟 冷笑着说道 气话 你觉得是气话 对于夜诚而言 就是他的母亲都不再相信他了 既然你还想要找到夜诚 就好好读一读这篇日记吧 对了 我们离婚吧 我缓缓地从怀中抽出了那本日记 放到了如烟手上 随着他翻开那本日记 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下去 他的表情由惶恐 便为了不安 直到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地上 他似乎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弹坐在了地上 放声大哭 但是此刻的我没有在等待他说什么 现在后悔 早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我捧着那河骨灰河 离开了托尔索 走到了周围的一座山上 看着夜诚曾经遭受苦难的地方 我轻声地对我怀中的骨灰河说道 没事的 夜诚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在日记之中 夜诚最后的愿望 便是让自己能像鸟儿一般 自由自在地飞翔于天空之上 夜诚 我来帮助你完成 这最后的愿望吗 我双手颤抖着 却还是尽我最大的努力 小心地打开了骨灰河 看着其中的骨灰 我脑中回想起了曾经的夜诚 那时候的他 会一蹦一跳地来到我的面前 把捉到的虫子放在我的面前 还会展示自己 从幼儿园各种比赛里 获得的奖状 那时候的我时常会幻想 他未来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现在 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奢望 我的泪水滴落在地面上 所以一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老天爷就是如此不公吗 在我的身后 如烟亮呛着跟了过来 直到他看见了那骨灰河之中 白花花的粉末 他的身体摇摆着 倒在了地上 夜诚 他 他是不是已经 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是 他已经死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夜诚他在那个鬼地方住了半年啊 半年啊 他每一天都活得好累 你这个当妈的有问过他一句话吗 他得了肺炎就要死了的时候 你还在和别的孩子快快乐乐地玩着 你现在后悔 又有什么用呢 夜诚他还能死而复生吗 如烟跪倒在了我的身前 声泪俱下 春秋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夜诚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夜诚已经生病了 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厕所里面半年 我现在不求能够得到你们的原谅 我只求你能让我再看夜诚他最后一眼 但我只是淡淡地笑着 说道 你不配 随即抓起了那些骨灰 抛洒在了空中 白花花的骨灰随着山峰扭曲成各种形状 逐渐消散 发了风的妻子站起来 在空中挥舞着双手 想要抓住儿子最后一面 却只是徒劳 什么都触碰不到 我没有再理会他 只是默默地回到了家里 开始整理起自己的音物 准备彻底地搬离这里 就在我收拾好全部东西 将要离开的时候 急速地开锁声从门外传来 进来的正是如烟和灵如风的孩子 此刻的如烟一脸癫狂 他紧紧地抓住了孩子的手腕 苦苦地向我哀求着 春秋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儿子叶成啊 你看他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他没有生病 也没有怎么样 一切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而他手中的孩子明显被抓疼了 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地叫喊着 妈 你冷静一点啊 我不是叶成啊 我看着这两人的表演 内心只是觉得悲哀 冷声说道 如烟 我不管你现在怎么样 你给我正常一点 叶成已经死了 不管是谁都取代不了他 特别是他 尤其是他 我冷冷地看着那个孩子 双眸几乎要化为尖刀 如烟的眼神顺着我 看向了他手中的那个孩子 他随即尖叫出声 是的 你不配当我的儿子 你故意让我觉得 是叶成伤害了你 你不配 你不配 你才是应该死掉的那一个 随着他一边说着 走入到厨房之中 拿着一把水果刀冲了出来 眼中满是杀意 林如风的儿子眼见这样 一脸恐惧地躲到了我的身后 哀求着说道 叔叔 柳阿姨已经疯了 你快拉住他 滚 我一脚将他踢开 这个小孩虽然没有直接害死叶成 也是间接地杀死了他 所以我并没有任何帮助他的意思 他眼见如此 立刻拉开了房门 冲了出去 如烟缓缓地走了过来 再看到了我之后 眼中的杀意缓缓退散 但是那股癫狂 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消散 这么看来 如烟已经疯了 他笑容灿烂 将我拿着的行李放在一边 仿佛一个迎接丈夫回家的妻子一般 春秋 你回来了 我做了你和叶成最爱吃的隔离浓汤 叶成的房间我也已经收拾好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而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轻声说道 你觉得叶成真的很爱吃这道菜吗 他之所以会想要吃这些东西 也只是想要鼓励你罢了 其实他对海鲜是过敏的 听到这话的如烟 眼神明显一正 我继续说下去 那天儿子试了你的汤 夜晚被送到急诊室 叶成却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他是这么的爱你 但你又做了些什么 如烟的眼中显现出了无限的悲哀 他不可知情地看着我 双眼紧闭 不断地摇着头 从包里拿出了他给林如风儿子买的限量玩偶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也很爱我的儿子啊 我给他买了这个玩偶 还和他一起去国外旅行 我还拍下了他每天的照片 这些不都能说明我对他的爱吗 我缓缓地接过了那个玩偶 看着他 便回想起了妻子跟夜诚最后的对话 直接将那个玩偶扔在了地上 对着如烟吼道 难道你忘了 你买这个玩偶 用的就是夜诚他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吗 你拿走的可不只是这点救命钱 还是夜诚他活下去最后的希望 我还记得夜诚最后跟我说 如果妈妈不想要他 他死掉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你的所作所为 是你亲手害死了夜诚 这番话耗尽了我浑身的力气 也让蹲下身子 想要捡起那玩偶的如烟愣在原地 他一边哭着一边笑着 将那个玩偶撕扯开来 是啊是啊 是我亲手害死了夜诚 我怎么会忘记呢 原来所有错都是我亲手酿成的 是我该死 但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春桥 你等我 他表情扭曲 缓缓地打开了房门 走了出去 我没有再拦他 只是坐在门口 看着房中的一切东西 物是人非这几个字 不断地出现我的脑海之中 一切应该结束了 我收拾好行李 改签了原本一个月后的航班 准备明天就回去工作 深夜 一通电话将我吵醒 你好 是夜春秋吗 这里是公安局 警方简单地跟我说明了情况 原来在如烟离开之后 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抓住了藏起来的林如风儿子 带到了我撒下夜诚骨灰的那座山上 现在站在山崖上 斜持那个孩子 正在跟警方对峙 如烟在对峙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把我带来 了解了情况之后 我便乘坐着警车来到了那座山上 也在这里看到了如烟 此刻的如烟棚头垢面 手中的菜刀正抵在林如风孩子的脖梗处 在看到我之后 如烟暗淡的眼神之中显露出了一丝兴奋 我看着此刻疯狂的他 感到悲哀 如烟 你冷静一点 先把孩子放下 一切都还有的伤 如烟打断了我的话 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夜春秋 你也是来劝我的吗 如果是那样 你大可不必再说了 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所以我会改正我自己 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害死我儿子的人杀掉 然后我要把那家托儿所的所长给杀掉 再把那里移为平地 我们可以在那里盖我们的新家 再生很多孩子 够了 我打断了他 悲哀地看着他 所以直到现在 你都还不知道是谁害死了你的儿子吗 我是恨他的小孩 但他没有亲手杀掉夜城 一切都是你自己干的 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如烟的防线 他的神情逐渐开始恍惚 他紧紧地盯着我 嘴里喃喃自语 不可能 不 不对 好像是我做的 不是我 对 不是我做的 随着他的精神开始恍惚 林如风的孩子 感到脖子上的刀刃有了一丝松动 他便想要趁着现在一把推开如烟 逃离那里 但随着他刚有动作 如烟的身体向后一倾 连带着他一起向着山崖边倒去 他拼着命想要拉开如烟抓着他的手 回头却看见了如烟死死盯着他的双眼 想逃 好 要不然就由你陪我死吧 二人就这么直直地坠入山崖之下 看着这一幕 我的内心充满了讽刺 所有的一切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第二天 我坐上了飞往国外的飞机 看着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 我仿佛看到了夜城的身影 在陪着我一路前行 全文完 看着我